如果在匯展的保安看到的情況下 他一定不會讓你出展館的門口 因為真的很危險 譬如大家有時候都知道 設管當時大家都很猴琴 琴輪車 在眼前甚麼人都見不到 只能快點走走走走走 其實真的很危險 所以相對來說 其實匯展都是基於保安理由 去做了一些限制 講到這裏有沒有大家有甚麼不明白 或者不清楚 好了 如果沒有 就講下一個重要的事項 注意的事項 就是大家也很關注一些 無線上網的服務 其實看回到去年開始 其實在匯展的上網 寬頻的上限施方面 其實原來本身有20GB 就增加到40GB 相對來說 本身有1500名的quota 亦都增加到3000名的quota 而每一位的使用者 那個時間 就大概都是20分鐘左右 有些人問 喂 過了二十分鐘又怎樣 過了二十分鐘 就硬梳連立 他就自動會撤出去 之後會能夠進入 可以進入 但是視乎當時的上限爆了沒有 如果爆了的話 可能就要不停地嘗試 所以在這裏又跟大家 可以有力的comment一下 例如有些公司 真的有些電腦 很需要用一部電腦 或者需要上網 去和客人去執政 的時候 不想影響大家的business 可以提醒 可以租用我們的bordman 上網線 那其實那個價錢方面不是貴的 都是大概2000多元 就租四天 所以來講是方便到大家 有些可能說 喂 我又不是經常用 但我又很需要用 但是我又不想要那二千多元 那又怎樣 咦 你放心 Campair 呢 即是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這方面就很固執大家的需要 那這個需要是什麼呢 我們就會在會展 一些展覽的門口 商務中心 和一些公眾地方 都會增加做一些自助織插息 歡頻上網站 那這些就可以 你帶無力的電腦 去到若高屋的地點那裏 那裏 那裏就可以用到的 那當然啦 如果你說有沒有時間限制 最好都大家不要怕著來 因為其實真的有些有需要的 差別想要用到的時候 可能因應這個情況下 可能就無法用就不太好 OK啦 那講到就是 比如說 剛才一些的注意事項 那其實另外一件事 大家都要留意的 就是我們這個知識產權 那知識產權 有沒有人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我想問 都是人無反應 不要緊 那跟大家講解一下 那這些產權呢 就譬如有些公司 可能就是有些產品 可能我們做了一些的Patreon 有一些的註冊登記 那發覺到有些公司 可能這些東西 就做一個copy copy copy 就是抄襲 那相對地 可能有些公司 為何經常都不肯提交這些產品 上面對我們 可能其中的原因都是這一點的 那但是有時就是說 我們不可以襲 只被沙蟲 所以說 在戰爭會期間那裏 我們都會有一個知識產權 這個權力的服務 其實有幾點大家都要注意的 第一 就是你們要提供一些 關乎於你那件產品 披抵的文件 作為一個支持你的投訴 第二 就是說 當一個參選者 譬如譬如我們的承辦機構 因為裁刑了 譬如譬如他真的 參加了一半 9月的時候 我們是會重新考慮 他以後那個參選的資格 這個害不害怕 我想問大家 其實可能都沒有關係的 最後這件事就是說 在這個指貸會期間 我們一些駐場員律師 所提供的一些意見 或者去即時一些行動 記住不是視為你之後 再去進一步 去做一些法律上的行動 一些的參考性 其實我們最好就是說 你之後如果真的要 譬如想 各個家侵犯 譬如貴公司 一些產品版權的人士的時候 最好就找回自己一些的律師 去做回一個 真是一個審慎的訴訟 或者研究回 怎樣去做下一個行動 去保障貴公司的產品 好 好了 那一點的 謝謝 謝謝